神的话能战胜一切疾病 能使你有健康的身心灵 让我们带着信心 一起来聆听 一起来领受 神的话会医治我的生命 真言书四章二十到二十三节 我要留心听神的言词 彻听神的话语 都不可离我的眼目 要存继在我心中 因为得着他的 就得了生命 又得了依全体的良药 我要保守我心 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 是由心发出 医治是神的旨意 会在我里面运行 菲利比书二章十三节 因为我们立志行事 都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 不要成就神的美意 生命的灵使我的身体活过来 佛马书第八章十一节 然而 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 若住在我们心里 那叫基督耶稣 从死里复活的 也必借着 住在我们心里的圣灵 使我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 顺服神的话 便得医治 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六节 我若留心听耶和华 我神的话 又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 留心听神的诫命 守神一切的利率 神就不将所加以埃及人的疾病 加在我身上 因为耶和华 是医治我的神 神是一切疾病离开我 生命纪七章十五节 耶和华 必是一切的疾病离开我 我所知道埃及 及各样的恶情 神不加在我身上 只加在一切恨祂的人身上 神的恩惠之一 就是医治 诗篇一百零三篇 一到五节 我的心啊 你要称颂耶和华 凡在我里面的 也要称颂祂的圣明 我的心啊 你要称颂耶和华 不可忘记祂的一切恩惠 神赦免我的一切罪孽 医治我的一切疾病 神救赎我的命 脱离死亡 以仁爱慈悲为我的挂冕 神用美物 使我所厌的得以知足 以致我如因烦恼还童 神的话语是医治 诗篇一百零七篇二十集 神发命医治我们 救我们脱离死亡 我会有满足的长寿 诗篇九十一篇十六节 神要使我主想长寿 将神的救恩显明给我 耶稣担担了我的罪和疾病 以上要书五十三章五节 乃至耶稣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因耶稣受的刑罚 我们得平安 因耶稣受的鞭伤 我们得医治 神会恢复我的健康 耶利米苏三十章十七节 耶稣华说 祂必使我全意 医好我的伤痕 都因人称我违背感散的 说 这是西安 无人来探问的 对着我身上的疾病 执行全病 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八节 神实在告诉我们 神实在告诉我们 若是我们中间 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一地求 hair 执行全在祷好 保库 祂求救出什么事 在天上的父 在天上的父 必为我们成全 向神成名我的事 以赛亚书43章25到26集 唯有神为自己的缘故 涂抹我的过犯 神也不纪念我的罪恶 神要提醒我 你我可以一同辩论 我可以将我的理成名 自显为义 我所说的话会产生影响力 马可福音11章23节 神实在告诉我们 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 我挪开此地投在海里 我若心里不疑惑 只信神所说的必成 就必给我成了 撒旦想要杀害我 神却要医治我 要福音十章十节 盗贼来 无非要偷窃 杀害 毁坏 耶稳达 耶稳达 是要叫我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神对我最大的愿望 就是健康 耶稳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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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愿我凡事兴盛 身体健壮 正如我的灵魂兴盛一样 耶稳达 为我的医治付了代价 比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 耶稳达 耶稳达 耶稳被过在木头上 轻生丹丹了我们的罪 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 就得以在意上活 因耶稳受的鞭伤 我们便得了医治 惊盼 不是从神而来 彻折他 提摩太后书一章七节 因为神赐给我们 不是胆怯的心 乃是刚强 仁爱 谨守的心 在神的大能中 刚强 穿戴全副金装 为得医治而战 以弗所书六章 十到十三节 神还有末了的话 我们要靠着主 依赖神的大能大力 做刚强的人 要穿戴神所赐的 全副金装 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 因我们并不是一束 血气的征战 乃是以那些执政的 掌权的 管辖着幽暗世界的 以及天空属灵器的 恶魔征战 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 全副金装 好在磨难的日子 抵挡仇敌 并且成就了一切 还能站立得住 侍奉神 神应许除气疾病 出埃及记 二十三章 二十五节 我们要侍奉 耶和华我们的神 神必赐福以我的粮 以我的水 也必从我们中间除气疾病 神要我活着 我就必存活 诗篇一百一十八篇 十六到十七节 神要我活着 我必不知事 人要存活 并要传扬耶和的作为 带着信心来呼求 救得医治 耶利米苏十七章十四节 耶和华 求你医治我 我便全意 拯救我 我便得救 因你是我所赞美的 神定义医治我 以西节书三十四章十六节 诗上的神必寻找 被逐的神必令会 受伤的神必残果 有病的神必医治 相信疾病不再回来 那红书一章九节 我的疾病要离开我 而且永不回来 灾难不再兴起 敬畏神的必得医治 马拉基书四章二节 我们敬畏神明的人 必有公义的字头出现 其光线有医治之能 耶稿的心意 马太福音八章十七节 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 说 耶稣代替我们的软弱 担担我们的疾病 祷告信得着就必得着 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 所以耶稣告诉我们 凡我们祷告祈求的 无论是什么 只要信是得着的 就必得着 我要有信心 神迹必随着我 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七到十八节 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 就是奉耶稣的名感鬼 说心方言 说能拿舌 若喝了什么毒 也必不受害 守岸病人 病人就必好了 听到能带来医治 路加福音九章十一节 但众人知道了 就跟着耶稣去 耶稣便接待他们 对他们讲论神国的道 医治那些虚医的人 耶稣用神迹启示 见证他的道 十度行传四章 二十九到三十一节 他们恐吓我们 现在求主见察 以免叫你仆人大放胆量 讲你的道 以免伸出你的手来 医治疾病 并且使神迹奇事 因着你圣谱耶稣的名 行出来 魔鬼离开 病得医治 十度行传八章七节 因为有许多人被污鬼附着 那些鬼大声呼叫 从他们身上出来 还有许多瘫痪的 瘸腿的 都得了医治 神的应许都是 阿们的 格林多后书一章二十节 神的应许 不论有多少 在基督都是试的 所以借着他 也都是阿们的 叫神因我们得荣耀 基督以为我受了咒诅 加拉太书三章十三到十四节 我已经从咒诅中被救赎出来了 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 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 因为经上记着 凡过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 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 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 使我们应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 并得医治的应许 雅各书五章十三到十六节 我们中间有受苦的呢 我就该祷告 有喜乐的呢 我就该歌颂 我们中间有病了的呢 我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 他们可以奉主的名 用油抹我 为我祷告 出于信心的祈祷 要救那病人 主必叫我起来 我若犯了罪 也必蒙赦免 所以我们要彼此认罪 互相代求 使我们可以得医治 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 是大有功效的 信心不要动摇 西伯来书十章二十三节 我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 不自摇动 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 二则已经被打败了 启示录十二章十节 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 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 已经被摔下去了 造神的旨意求 无不得找 耶和义书五章十四到十五节 我们若照神的旨意求什么 神就听我们 这是我们向祂 所存坦然无忌的心 既然知道神听我们 一切所求的 就知道我们所求以神的 无不得找 靠着耶稣的宝血 胜过二者 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 我胜过二者 是因羔羊的血 和自己所见证的道 我虽自已死 也不爱惜性命 我要相信耶稣的名 就必得医治 使徒行传三章十六节 我们因信祂的名 耶稣的名 便叫所看见 所认识的这人 健壮了 正是祂所赐的信心 叫这人 在我们面前 全然好了 奉耶稣的名求 救必得着 耶和福音十六章 二十三到二十四节 我们若向父求什么 不必因耶稣的名 赐给我们 向来 我们没有奉耶稣的名求什么 如今 我们求救必得着 只要我们的喜乐 可以满足 耶稣为有病的人而来 马可福音二章十七节 耶稣听见 就对他们说 康贱的人用不着医生 有病的人才用得着 耶稣来 本不是招义人 乃是招罪人 主的灵以恩告我 路加福音四章十八节 主的灵在我身上 因为祂用高告我 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招牵我 招牵我 报告贝鲁的德释放 瞎眼的德看见 叫那受压制的德自由 别无他神可医治我 神明记三十二章三十九节 我们如今要知道 神 唯有你是神 在神以外 并无别神 神使人死 神使人活 我损伤 神也医治 并无人 能从神手中救出来 我要诚实向神 承认我的软弱 神必医治 诗篇六篇二节 耶和华 求你可怜我 因为我软弱 耶和华 求你医治我 因为我的骨头发战 认罪 就能得医治 诗篇四十一篇四节 我曾说 耶和华 求你连续我 医治我 因为我得罪了你 诗篇一百零三篇三节 神赦免我的一切罪孽 医治我的一切疾病 心里明白 就得医治 马太福音十三章十五节 因为这百姓 油蒙了心 耳朵发沉 眼睛闭着 恐怕眼睛看见 耳朵听见 心里明白 回转过来 回转过来 耶稣就医治他们 喜乐是医治良药 真言书 真言书17章22节 喜乐的心 乃是良药 忧伤的灵 使骨枯干 两年死人得医治 真言书16章24节 良言如同风凡 死心绝甘甜 死骨得医治 我有新生命 格林多后书 五章17节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就是已过 都变成新的了 离开 盯着 本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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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